今天的工程处对于走投无路的230万加沙民众而言 是最后的避难所 是唯一的生命线 中方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 反对一切违反国际法的做法 联合国工作人员 人道和医务工作者的安全都必须得到保障 医院、学校、难民营等民用设施 都不应该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 这一条条国际人道法规定的红线不容触碰 国际道义和人类良知的底线不能释手 我们再次呼吁以色列解除封锁 撤销紧急疏散令 尽快恢复加沙水、电、食品、燃油供应 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中方支持18家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 发表的联合呼吁 支持立即将停火 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目标 支持各方把努力 汇聚到这一共同方向上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